可以看到監視器中 這台騎著摩托車的騎士 歪歪斜斜往前衝 完全沒有踩剎車就衝過路口 直接撞到對象這個鐵捲門裡頭 整個門都被撞爛 聲音之大附近很多民眾 都趕快跑出來查看 先來聽稍早訪問 那麼這起事故是發生在九號晚間 十點多 一名黃姓駕駛 他是一名十八歲的年輕人 剛剛考到駕照 騎車來經過雲林斗六市的中間西路 跟中山路口 結果因為車速過快 失控直接衝撞到轉角這一間 還沒有在營業的薑母鴨店 而警方到場後 他的酒測值也是零 不過不管是機車 還是電價的損失 都還是要進一步來賠償